大家好,今天来到李英聪《风水命》你的节目 刚才跟大家说了格务日元和月务日元 在2023年12个月的流月势批的运势 继续跟大家分享丙火,好吗? 好了,重复一次 首先第一,大家不知道自己的日储是什么 不要紧的 在Android或者Apple里面有一个叫论八字的Apps 你下载后,输入出生的年月日元 找到日子的部分,你就会知道你的日元 是属于甲月丙丁,冒几更生任贵的哪个字 第二方面,如果你出生的时间 是当日的晚上11点后 你是有机会转第二个日子的 如果大家不肯定不清楚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一看到,我就会回覆你 你是属于哪个日元的 好了,2023年 属于丙火日元的你 年月日时,你是属于丙火这个位置 那究竟你2023年有什么现象呢? 我们帮你看看吧 今年2023年,我们叫贵卯年 贵是属水的,对你来说是正观的年份 卯年也叫正印大桃花 所以首先来说,今年的流年 我叫观印相生的一个流年 是特别有利考试升职的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打工仔的情况之下 2023年你可以全力进攻 因为你今年的人缘桃花不错 也是一个有利考试 有利升职的年份 那你在事方面可以全力进攻了 就算你只不过是一个经纪 是一个贵博士或者你做生的人 今年你都会特别容易遇上到 长辈贵人 或者一些拿着权贵的人士对你的帮助 那这个你可以好好把握你 你的人际关系了 那今年的大桃就会是这样的 12个月如何分析? 听不听了 好了,2023年,这个位置是西历 西历2月4日到3月5日 立春那个月份 我们叫夹人月 这个月份对你来说是一个逆马偏引的月份 代表可能会有一些环境的变动出现 例如可能我搬屋 或者可能我转校 又或者可能我转个份工作 都会有那个逆马的变动 又或者可能我去旅行的情况 那2月4日到3月5日里来说 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月份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了,接着走到3月6日到4月4日 我们叫做月卯月 这个就是你的桃花月 也都是你的证人月 代表这个月份 你可以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是会特别容易得到老师、上司 这方面对你的恩惠和爱护 还有第二方面来说 这个月份你的桃花运都不错的 特别是女性贵人对你有些帮助 所以3月6日到4月4日 经济这个月份 你就可以参加多些不同的学习活动 如果你是单身的来 也可以去结识不同的异性 好了,继续下来 清明那个月份 4月5日到5月5日 这个叫丙神月 丙是等于你自己 自己坐着肚子 丙火生食神 这个月份你的性格 会突然间变得烂了 你会变得弃了 那个人会突然间变得不够积极 那不要紧 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赶上升职的话 这个月份你就让自己坐着 4月5日到5月5日 但是如果你工作本来很忙的话 那这个月份你就会有些心情的不安 因为工作很忙 你的内心世界又想你坐着 你就会很辛苦了 所以这个月份 4月5日到5月5日 多些做运动 不要那么多胡思联想 就对你有利了 好了 走到5月6日到6月5日 立下这个月份 我叫丙字月 这个月份是丙火日元的你的劫财月份 特别容易破大财 所以5月6日到6月5日这个月份 记得丙火日元的你 不要做任何投机炒卖的动作 不要赌博 还有来说小心朋友来依再财 有人问你借钱 你借了就预了没得还的了 那这个就是丙字月要特别要注意的月份 好了 接着走到6月6日到7月6日 就是务5月 那这个月份我们叫做务贵化火 叫做食神合观 代表在这个月份里面 你和你的上司的关系 好像兄弟朋友一样 那就是特别工作方面会比较有利 6月6日到7月6日这个月份 是属于比较顺心 平平稳稳快快乐乐的一个月份 好了 接着走到7月7日到8月7日 就几位月 你要特别留心了 丙火日元的你在7月7日到8月7日 我们叫相关见官的月份 相关见官经常都听说 什么违和百般 不入法院入医院 所以如果7月7日到8月7日这个月份 丙火日元的你呢 第一 不要做任何有机会踩着法律界线 边缘的行动 否则你会容易犯官非的 第二方面 这个月份你也会特别在工作方面 会和老闆很多拗叫 很多不和 可能你上一个月份 刚刚才跟老闆拍肩膊去吃饭 这个月份你可能就和老闆就吵架了 所以7月7日到8月7日 会容易多人事方面的不和的问题 忍一下脾气 不要这么心急行事 OK 好了 接着走到8月8日到9月7日 这个我们叫更新月 是属于丙火日元的偏财月份 这个月份丙火日元的你呢 你是会容易得到一些偏财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一定可以赚到多钱 不一定 因为各个八字不同 只不过你是会有这样的能量而已 那如果你都想试一下博一下小小橫财 那你这个月份你就日日去买六盒财 是不是 但是记住 会不会赚到多钱 就要看你整个的八字才可以决定得到 不过这个月份 你是会比较容易得财的月份 但是第二方面要留心 这个月份你的健康可能不是那么好 会容易病的 那自己要留心一下 好了 接着走到9月8日到10月7日 叫新有缘 这个月份我们叫财来合我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命主 在这个炳火日元的新有缘 如果你是男人的话 这个月份你会特别容易有桃花道 那如果你是单身的你 你就可以主动去结识你的另一半 会容易遇上心仪的女孩 第二方面这个月份 也都是会容易得财的 如果正在做生意的你 9月8日到10月7日 你就可以努力地去赚钱了 因为机会会自己飞过来 很多机会会自己送过来 但是第三这个月份 有自己冲过贸 贸是你的印星 代表你的父母 亦都是代表你的长辈亲人 这个月份你要注意 你长辈亲人是健康的问题 而你自己都会容易伤到筋骨神经的 要瞒事 在健康方面要小心 不是那头有钱就那头看医生的了 OK 好了 接着走到10月8日到10日1月7日 我们叫任衰月 这个炳火你喜欢见到任衰的 10月8日到11月7日这个月份 代表你会很容易有所表现 在你的工作的层面 你会容易出名 好了 但是这个月份 下半个月是走过衰月 很容易会有制杀泰国的现象 那么这个月份 会是一种表面风光的意境 10月8日到11月7日 但是基本上整体都是一个不错的月份 可以努力进攻的 好了 走到11月8日到12月6日 我们叫桂河月 这个月份叫正观月份 刚刚和2023年贵某 我们叫海卖汇因局 这个月份特别有来考试比赛升职 人工加薪 这个现象 也在这个月份可以多些 和你的老师或者老板吃饭 他们会特别对你有好感 所以11月8日到12月6日 这个月份最适合的行动就是拆鞋 这个月份最适合就是去讨好你的上司 就是这样 升职可能有你的份 接着到12月7日到2024年1月5日 叫甲子圆 都是一个叫官印商生的月份 承接着之前那个月份 所以丙火日元的你 在下半年最后的三个月 立冬之后的三个月 11月爆开始到2024年2月3日 记得在你的工作方面多点努力发挥 多点亲近你的上司 亲近你的老板 多点去结识 长辈贵人 对你的整体事业发展 就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发展方向 OK 好 那丙火日元说到这里 一会和大家分享 丙火日元的流月细批